特斯拉CEO马斯克10月3日发起推特民调 呼吁推特用户就一项如何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进行表决 马斯克建议在联合国监管下 就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前途进行投票 对于2014年就已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他认为应正式归属俄罗斯 并对当地的供水予以保证 马斯克还表示未来乌克兰应保持中立 作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也立即在推特上发起民调 泽林斯基问道您更喜欢哪一个马斯克 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还是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 目前已有超过200万推特用户就马斯克的和平建议进行了表决 超过60%的人持反对意见 根据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数据显示 洛杉矶线汽油价格连续第27天上涨 比一周前上涨了67美分 洛杉矶长滩地区一加轮普通无仙汽油的平均价格在10月3日达到每加轮6.466美元 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河滨县一夜之间也创下了每加轮6.332美元的记录 成县在上周六打破了其历史记录 达到了每加轮6.429美元的新高 对此,加州官员表示 涨价的原因是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炼油厂维护 导致石油生产下降 除此以外,飓风烟还可能影响大型沿海炼油厂 从而扰乱墨西哥湾石油的生产 面对一夜飙升的油价 加州州长纽森致信空气资源委员会 要求提前生产并使用冬季汽油 朝鲜10月4日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 这枚导弹飞经日本东北上空 最后落入太平洋 不在日本经济专属区内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当时日本启动及时警报系统 呼吁北海道和青森县居民避难 当地暂中断铁路交通 日本政府当天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首相岸田文雄要求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 确认船只和飞机的安全 准备好应对事态发展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也火速与日韩国安官员通话 商讨应对策略 并再次承诺协防日韩 韩国总统尹兴越周二警告朝鲜 如果朝鲜何挑衅 将做出坚决回应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 汉斯·耶利格林10月4日宣布 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授予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佩 美国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 约翰·弗朗西斯·科劳泽 以及奥地利量子论物理学家 安东·蔡林格 以表彰他们在光子纠缠实验 贝尔不等式的颠覆 和量子信息科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瑞典检察院3日宣布 封锁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点附近海域 并展开刑事调查 目前在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上 共发现4个泄漏点 分别位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水域 瑞典海岸警卫队更新 北溪天然气管道泄漏情况 从4日上午11时最新的空中观测中可以看出 北溪天然气管道在瑞典经济区较小规模泄漏的情况 没有改变 排放仍在进行中 海面的气体泄漏处直径约为20米 欧洲议会10月4日以602票赞成 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通过有关统一便携智能设备充电接口的法案 要求从2024年底开始 所有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智能设备 新机都使用USB Type-C的充电接口 不过笔记本电脑统一充电接口的日期稍晚 从2026年起全部使用USB Type-C 接口充电器 支持者认为 统一充电接口将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并降低成本 预计苹果公司将是受影响最大的企业之一 新规将迫使该公司放弃使用Lightning接口